亲爱的弟兄 我是志成 在这集论中 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正文二十章的第六节 圣灵之殿 第一段呢 他说上主之子的生命意义纯粹 细于他与赵五主的关系 细于你与赵五主的关系 也只有这层关系 是使你的生命真正不受威胁 因为他说 若另有所系 那必是无常之境 你跑到上主外面 就跑到小我里面 就跑到无常里面去了 那么中间他说 上主之子在他与天父之间 自行发明了一个不神圣的关系 就是发明了你与小我的关系 那这发明意思就是说 此前没有的 那这个不神圣的关系呢 就是表示你与上主分裂了 那么他说 他们的真实关系 原本是一体无间 永恒相续的 而他自行打造的关系 却是支离破碎 而且自我中心的 那这个就是小我的 可以说是政治标记吧 支离破碎指的就是分裂 然后分裂之后 得到了一个自我 那么你会发现 在小我里面的人全都是 完全自我中心的 那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很善意的 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其实也是从这个自我的角度出发 去做的决定 去做的一个判断 这个叫做自我中心 好 那下面第二段呢 第四句 他说任何关系 只要一夹杂了身体的因素 就会跟爱背道而驰 而变为偶像崇拜 那他这边所谓偶像崇拜呢 并不是我们一般 次数理解的那个含义 他这边的偶像 其实指的是说 你在眼前这个小我的世界 所认定的一切 有价值的事物 都叫做偶像 其实就很接近 他前面所说的 那个特殊之爱的含义啦 那只要夹杂了身体的因素 就会跟爱背道而驰 因为身体其实就是 小我照来去彰显 那个特殊性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 其实每个人都长得是不一样 即使是双胞胎 也是会有些微的不同 那更何况我们在后天 又为身体穿上了 各式各样的衣物啊 饰品啊 然后这具身体 他还会去 去抓更多的东西啊 房子、车子、地位、学位等等 这些 就使这一具一具身体 看起来拉开的距离 看起来有更大的不同 那么相对于身体的特殊性呢 爱它展现出来的是一体性 这两个是相对的 那么他说 爱深愿为人所知 全然被人了解 也全然被人接受 他没有什么隐藏 没有什么秘密 那么他所有最好的一切 他都会毫无保留的跟你分享 全部的把它给出去 这个是爱 好 那下面的第三段呢 他说至于偶像 则是无法与人分享的 因为偶像的话 如果分享出去 就没有办法被你拿来彰显特殊性了 那你要注意 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这个分享 指的是说你给出去 还会得到更多的 并不是说你给出去会变少 这个并不构成他所谓的分享 但是身体层次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分享的 分享了也就失去了特殊性 因为人人都有了 那下面第五句呢 他说他那种爱已经把爱变得荒谬无比 他说偶像的爱 其实也就是特殊之爱 那意思就是说特殊之爱 并不是真正的爱 把那个说成是爱 其实是很荒谬的 因为特殊之爱 他的真正的内涵 其实是恐惧 其实是恨 而不是爱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十六章 第四跟第五这两节 很重要谈到特殊之爱的 里面有讲得很清楚 那么他说他痛恨阳光 宁愿活在隐秘里 躲在身体的暗室 自得其乐 他把所有的秘密连同 自己一起都埋藏在 这一间密室里面 这个密室就是指身体 那这边也是我留给你的 一个思考题 就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把所有的秘密都埋藏在 身体里面 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cue 就是藏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可以仔细想一想 依据你对奇迹克人的了解 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那么他说偶像是无法与人建立关系的 因为他的密室不欢迎任何人进来 就是不能分享的意思 那么他也不会向任何人微笑 那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会遇到很多人跟我们微笑 但是我们会心底知道 那个微笑是有条件的 好那下面第四段的第三句开始 他说小我则把人间的关系 当作追求全能的手段 身体成了小我最爱的武器 所以身体对小我来说 就是去追求抓取特殊的爱 然后去供给特殊的恨 来保护他所抓取的那些特殊的爱 好那么他说 这种关系必然是不神圣的 因为小我根本看不出 这些关系原有的意义 那这个关系原有的意义 其实就是来给我们学习宽恕的 好那么他说 小我只想从这种关系所求 能够壮大自己的偶像之物 就是抓取到更多偶像 然后去保护那些偶像 那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壮大他自己 壮大他的这个自我 那么他说 其余的一切 在小我眼中是毫无价值的 就是如果不能够 壮大他的自我 保护他的自我 强化他的自我的话 这些东西就对他 没有什么价值 好那隔壁的第五段呢 第三句 他说这里就是身体 成了不神圣关系 逃避十项的处所 最多只能搜寻一些 残渣碎屑来虎口为生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认同你是这具身体的时候 那你就远离了十项 因为身体是特殊性 那十项是一体性 好那么对于天堂的境界来说 我们能够在人间找到的 那些最好的东西 包括那些美味 美食 都只能算是残渣碎屑 好那下面第六段呢 他说你无法把身体 变为圣灵之垫 因为爱无法在此安心立命 就爱只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那是他的居所 身体不是这个圣灵的居所 这个前面几章他已经有讲了很多了 那么他说他是偶像的寄生之所 只会诅咒爱 那么他把爱变得可怕无比 让人心碎 那因为身体是无常的 所以你去爱一具身体的时候 先别说那个爱到底是真正的爱 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 因为真正的爱 没有办法去爱一个跟他相反的东西 爱是一体性 身体是特殊性 但是先不讲那是不是真正的爱 这个爱也会变得使你恐惧 对吧 因为身体是走向死亡的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 所以他说使你心碎 那么他说他还会为供奉于此的 偶像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使信徒对他莫测高深 那这个所谓披上神秘的面纱 指的就是说身体 其实是被小五用来去隐藏某些东西的 那么他说这座神庙 供奉的不是关系 也不会给你任何回馈 那这边他原本翻成人际关系 请你把那个人际两个字画掉 这是他原文里面没有 也绝对不会有 因为这边所谓的关系 不是指人间的关系 是指你跟上主之间的关系 就是在那个第一段的第一句所说的 你与赵主的关系 所以这里绝对不会是人际关系 它其实是在讲神圣关系 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读懂 这句话的含义 那么他说这里供奉着分裂的奥秘 使人望而生畏 其实就是说身体呢 它会把分裂给隐藏起来 那你如果上过我的图解奇迹工作方案的话 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的心灵是跑到身体里面躲起来的 那就等于是说 当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身体层次的时候 就不会往内去看到 那个分裂的部分 或者说小我的部分 所以他说他把非上主所造之物安全的藏匿在这里 这个非上主所造之物就是指小我了 那小我他把安全藏匿在身体的里面 或者说身体就把他遮挡住了 以至于你就看不清楚他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二十章的第六节 我们今天分享他的前半 明天会继续分享他的后半 这一节的标题是圣灵之殿 好那我们离台湾的游学活动 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这次的 性价比超高的台湾游学的话 那么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教学网站里面做一些了解 谢谢你